新德里毒雾霾笼罩 政府抗空屋祭出驾车上路配给制度 作为对抗有毒雾霾的手段 印度首都新德里将从11月4日到11月15日期间 命令车牌号码单数或偶数的汽车 每周择日轮流上路 根据BBC报道 无视这项命令的人将被处以约新台币1718元的罚款 新德里的汽车配给制度 曾于2016和2017年使用过 尽管尚不清楚当时该计划是否能确实将新德里的空屋指数降低 根据路透社报道 测量整个新德里地区PM2.5含量 空气品质指数已超过900分 该指数已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严重的500大关 新德里政府机关已经要求学校关闭到11月5日 并且要求所有的工程都先暂停 并将另行通知 WHO表示 长期暴露在PM2.5为例中 将会增加个人患心血管疾病 呼吸道相关疾病等几率 甚至连肺癌都有可能 根据路透社报道 各种因素像是新德里附近各州的农民 在冬季前焚烧农作物残株来清理田地 以及工业和建筑排放的废气 都加剧了新德里冬天的空屋指数 更因为印度人通常在10月底或11月初庆祝印度新年排灯节 并燃放烟火而让一切更加恶化 在雨季结束后 由于风向的改变以及喜马拉雅山脉的冷空气 污染物在空气中徘徊并积聚而不会消散 相较之前从东部吹来强劲的风来进化空气 从西部吹来的风将污染物转向新德里和北部其他城市 而同一时间从喜马拉雅山吹下来的冷空气降到新德里和北部其他城市 那些污染物就被卡在冷空气中 根据空气品质全球监控服务AirVisual的报告指出 印度新德里在2018年曾被评为全世界最受污染的首都 而第二名则为中国的北京